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同学们 Rachel是新同学 欢迎她 哈啰 大家好 你是新加坡人吗 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是新加坡的美人 同学们 我们今天有个新同学 就是我 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女的 有比我美吗 对 你的美是不可媲美的 对 讲话就可以了 美不美 其实不重要的 对 老师有帅吗 有的话我们每天都来上课 对 讲得对 注意 老师来了 老师不在你们就窃窃事宜 小小声说 大大声笑 你们在公司也是这样的吗 不是 老师 有人在地方交友谈笑 你不懂吗 你来第二课而已 你就来给我顶嘴 对 还好我不是你老板 是你老师 要不然我一个礼拜见你五天 我会吐血 老德 老德 我比你 你比我这么年轻 我老德 是你比我还是我比你 你要比什么 比你跟我 我没关你一段对 你讲什么 老德 你比我还柔梭 几时可以上课 今天不上课了 给你们气死了 我们上班 好 好 好 各位同学 想请问你们一下 你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最怕怎么样的同事 来 老师 我有一个同事是很怕输 怕输 其实我允许他们翻手 但是他们不要做翻手 所以每秒钟敲我的门来 接下来要做什么 每秒钟敲你的门 敲我的门 对 敲你的门要很美妙 每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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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秒钟敲你的门 对 你这样讲我还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演你的整个过程给我看吗 好 所以你就是演那个老板 对不对 开始 老板 这个如果我这边画一条线的话 对不对 对 对 如果我在这边再画对一条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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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不搭放地 这边我再画对一条线 对 对 对 那你是生气还是觉得好笑 好笑 对 你连生气都这么可爱 真的 好 你要生气好不好 老板 还有 再问 你配菜术楼 不要 我不问了 这么你的音乐 鼓励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就一直问你 对 他怕犯错 他怕输 对不对 麻烦的 对 也不是麻烦 因为讲真的 有些时候我们学习是从犯错的过程中学习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是怕输 不要犯错 对 要不然给老板看 看到他办事能力有问题 对不对 一个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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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 写字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 没事 不过没关系 什么事 老师 我以前也有很疼的同事 我认识你这么久 你疼两个字讲最准了 怎么讲 他预先拿三年的写日 什么日 写日 写日 谁知道什么叫写日 什么是写日 写日 写日 如果星期四有假期 好 星期五是写日 如果你拿这个写日 四天的休息 好 各位同学 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我们今天又学到一句 一句英语的 写日 好 好 我还碰过最怕输的一个 这个真的是以前 我在做总裁的时候 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现在我就是总裁了 好 好 老板 你好 老板 有没有想念我 因为我刚才是从Puket回来 有没有去过Puket 我告诉你 那么好玩 真是很好玩 不好意思 老板 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要拿写日 你不是刚刚从Puket回来吗 你还要拿什么写日 对 因为我看2022、23、24、25年的 公共假期日 然后我发现有一些星期日 如果我拿那个星期日 我会有一个长期日 所以我把那个写日 完全都放在一起送给你 好 没问题的 没问题吗 好 我跟你讲 你现在就开始离开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叫你回来 你才回来 我没有叫你回来 你不用回来 去 那老板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 那个 你还要离开吗 你要我认识吗 要吗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 请你去离开了 那我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现在要怕它太好了 你去 那我留在这里 那不用了 好 谢谢 好 鼓励鼓励一下 好 还有哪些同学是最怕 你们的同事是怎么样的 来 Rachel 我还有一些同事 他们每次会装忙的 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 如果下班时间是六点的话 你看他们五点半 他们就准备好了 所有东西都收拾好 只有电脑还没有关 然后他们就会假装 我要去厕所 还是有点事情 还是打个电话 还是怎么样 然后六点准准 电脑就关了 拿了他的包包 就 然后就飘出去了 有 很多这种人 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是跟Rachel 来 Mickey 他做那个销售工作的话 什么工作 销售 销售 可能要去客户 比如说在下午两点 明明他已经结束了客户 但是只是他不想要回来的办公司 所以他突然跟我们讲说 我没有回来的办公司 直接回家 对 这种更多 对不对 对 要不要来一段 可以 太过分了 什么事 又是小白龙 每次都是这样 他还说 嗨 Mickey 我见完客户了 不会公司了 明天见 每次这样的 对 为什么每次这样的 连老板也是好 每次 其实这样子很不负责任 你不觉得吗 因为很多销售我们都要收了 然后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人家记得很清楚 这种人不要跟他交往 你少跟他交往 我跟你讲 懂不懂 记得 我记得 不要跟他交往这样多 好 掌声鼓励一下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同事 我遇见过 也听说过 这种同事真的是 把公司的盆森 当作是自己的盆森 真的 嗨 西文婆 谢谢 怎么样 好喝吗 这个水 很干净 对 看就明白了 你有没有吃过这个盆森的饼干 怎么样 好不好吃 你试试看 我试试看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就是最怕肥的 我这个人最怕肥的 所以我不大敢吃这种东西的 这个好像也不错 色彩 对不对 我又帮你开吗 可以吗 你可以吗 谢谢 你真的是棘手之劳 这个巧克力 你还有意思 明天那个盆森的伯母也会来加的 帮我 不用 这个我自己倒就可以了 不要这样 拜六 我加肥子 我孩子 Hidden Garden的生日 我可以送给她的同学 你怎么贪心 不会 我只拿三个而已 我怎么会贪心 拿 多一个 不要 不要 这个我查看了 不要 不要 你看 这个已经结婚了 你又请了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你拿 免费的吗 不要 免费的 你有看到那个咖啡座吗 喝完了 喝完了 讨厌的 我还要自己买 真的是 很讨厌 我每次公司这样的 东西玩的不要买的 怎么会来的 这个 这种人真的是要不得 这个就是用到公司的财物 就不好了 对不对 好 谢谢西婉婆 谢谢 好 来 还有人会讨厌 郎叔叔 还有一个故事 要跟你分享的 好 来 说 我有个好朋友 他的爸爸就在那边上班很久了 是 他今年差不多67岁 然后其实他做东西 每一切都可以的 是 但是他的同事就一直暗示他 暗示他什么 就讲说你要退休 应该让年轻人有机会发挥 什么之类之类的 所以就变成是对老人家 在心态方面跟情绪方面 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场上的一种歧视 所以要小心的 无论是不是在工作的场所 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行为 所以请问同学们 你们知道新加坡有一个Tafet的东西 你们明白吗 Tafet Tafet 来组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劳资政代表的 就是工人 雇主 还有政府这三方面 是 然后这个行为联盟是为公平雇佣提供一些指导原则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在职场上 遇到起事问题的工人妈解决问题 他们也会协助那些正在求职的朋友 遇到一些起事的问题 小明同学 真的是我教导你这种同学 我都觉得自己很骄傲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不过我还是可以让你们更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职场歧视的这个包括了什么 这就包括了年龄 性别 种族 国籍等等的 所以新加坡正聘广告是不可以出现有歧视的字眼的 比如说不可以写必须是新公民 或者必须是什么国家跟什么国家的人才可以申请 那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将把Tafet的准则纳入法律 对那些照聘不公的雇主采取行动 保护本地员工 所以同学们 你们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 非常好 然后现在又到了广告的时间了 但是我知道有些同学还没有交学费 就趁这个下课的时间交学费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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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去买东西的 对 你们真的是 好了 那么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你们最怕的同事 对不对 现在希望同学们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最喜欢哪一类型的同事 谁先来 Lia 好 来 我很喜欢和Steady Boom PPP一起工作 什么 Steady Boom PPP 你也会这个Steady Boom PPP 是他的名字吗 不是 Steady Boom PPP不是名字来的 是一个形容词 Steady Boom PPP是很冷静的人 很焦急的情况 没问题 很冷静 就很冷静 在处事这方面很冷静 对 我有一个故事 很酷 好 来 对 以前我们的短带发现了很重要的文件 不成功了 我们怎么办 那样 那个Steady Boom PPP 没问题 我们可以打电话 香港部门解释一些说明一下 所以好 你们做这个 我们做这个 这样子 分工合作 对 分工合作 它很冷静 所以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冷静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Steady Boom PPP的人 一个 很好听 她讲Steady Boom PPP 对吗 讲多一次 来 Steady Boom PPP Steady Boom PPP 你有点绕舌的感觉 真的 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工作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紧张 都慌的话 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 只要其中一个很冷静 不要紧张 你去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 大家的心情就不会 对 就不会那么有压力 对 好 那还有呢 Micky 来 我最喜欢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关心 原来这个小男生需要爱 气氛之类的 对 比如说你的同事有关心你吗 对 以前我有一个新加坡的组组组组组组 是 那个 групп串主角的主动很主动来安排个活动 活动聚会 一起吃饭 对 建立我们跟同事跟同事的关系 我很喜欢同事可以换成交朋友 可以换成朋友 你喜欢你的同事可以换成朋友 不是 我很喜欢有同事可以一起交 meet 变成你的朋友 变成我的朋友 好 为什么 我们很努力工作 然后早一点做完 出去玩 你看 这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本地人 所以你们就是赶快把工作一起做好 做完了 就可以早一点去享受 对 其实老师 我们在美国也有一个说法 叫work hard play hard 也是一样的意思 对 work hard play hard 好的 可是努力工作 我们这边就没有这种话 我们是work hard play harder 做得好 好 所以你看他的样子就是overplay了 play到这样 真的 我很喜欢那个金母鸡 我们有一个同事 我们讲同事 不是讲鸡 不是 我有名金母鸡 他很成功地赚钱 很厉害赚钱 很厉害 赚钱 然后 所以我们所有的部门 我们都获得非常好的花红 你刚才讲金什么 金母鸡 是金鸡母 金鸡母吗 是金鸡母 金鸡母 那其实金鸡母很简单 就好像说我家里养很多只鸡 只要有一只母鸡会下金蛋的话 我就发达了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白龙同学就是说 他很喜欢跟他的同事在同一个部门 如果那个同事真的是很会做生意 很会做销售 他拿的公司有打到那个项目 他们整组人都有额外花红 他最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 好 所以我喜欢Paul 我的同事是跟我兴趣一样的 比如是我喜欢唱歌 他也是喜欢唱歌 然后 我喜欢逛街 他也是喜欢逛街 我们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的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吗 有 有 我们在一起三多二十年了 在新加坡二十年了 那你还有喜欢什么同事吗 我可以好像聪明一点 因为 没有 你是觉得你现在不聪明 还是你还可以聪明 我还更聪明 为什么呢 我很聪明了 看得出 我更聪明因为我可以学到 我不懂的东西学多一点 我可以拿他的好的东西 他不会的东西 我会教他 好 我不会的 他会教我回 变成好像双双学 所以主要还是可以一起学习东西 对不对 对 我非常赞成Shiwan Pong讲的东西 好 因为尤其是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些会分享的同事 就很大方的分享 尤其是那些前辈 是 或者就算是后辈 我们不要以为说年轻人不会 其实有些时候年轻人懂的东西 对 我们是不会的 是 然后我也有过经验 就是有一些外国的一些同事 是 所以其实上次就有一个韩国同事 那韩国同事呢 其实他来的时候 其实负责策划一些韩国的配套之类的 但是在当中 他也一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文化 跟他们的传统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一种学习来的 真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地喜欢 我们以前有一个软件专家 从德国来教我们那个软件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软件 在新加坡完全没有人 没有人会 会 所以他从德国来教我们 然后我们也交朋友 好 非常好 以前我开公司的以前 我从金融方面工作 所以我的盘养是比较特别 比如说从海外寻找的斗志车 什么斗志车 斗志车 投资者 你们到海外找斗志车 好 投资者 然后呢 还有在新加坡寻找商业伙伴 商业伙伴 还有他们来这里 择立新加坡地区的重部 为了东南亚的相互发展 是 这样子的比较特别 所以真的 如果说在本地 我们没有这类的人才的话 就要先从外国聘请 那本地人与此同时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在这个时候跟这些外国同事们 学习这些新的科技 新的技术 甚至是新知识 懂得分享才会得到更多 懂得学习才不会被淘汰 说得好不好 好 好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常常有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一种米养百种人 对不对 有谁会翻译成英语 一类的鸡 会配很多人 喜欢泰语 泰语 我就可以了 好 泰语 你讲 有两种鸡 有两种鸡的鸡 鸡就是一个世界 好 明白 其实英文叫做 厉害的鸡 所以讲真的 不只是在公司 在邻里 在这个社会 就算是我们出国玩或者是出国空干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同性格的人 那只要我们努力增长自己的智慧的话 就可以触变不尽了 所以各位同学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好 又是时候下课了 还没有交学费的人 赶快交学费 欢迎各位同学回来 那么讲真的 一间大公司一定有很多人 很多人的地方就要有管人的人 对不对 那哪一个部门是管人的呢 人事部 没错 就是HR 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这位新同学 这位新同学也是在HR做工的 他的名字叫做Candy 我们掌声 欢迎新同学 欢迎Candy同学 来 请坐 今天有我们这位人事部的同学在这里 你们有任何问题 任何迷思都可以问他的 谁要先发问 举手 老师 我先吧 好 来 问题 Candy老师想问一下 人事部在人事部上班的时候 是不是会遇到这种偶包的困扰 偶包就是偶像的包袱 一间公司的条例通常都是人事部 那你订出来的 我们是必须以身作折 去遵守这些条例 如果我们没有去遵守的话 那我们在执行家法的时候 就很难有说服力了 对 以身作折 对不对 对 比如说公司要你穿这个 穿这个 穿制服 那人事部自己不穿的话 那怎么去说服其他的下属跟员工 对不对 还有谁有问题 还有我 对 这个很重要 会吗 这个要分两部分了 好 来 第一部分就是应征者 那应征者 可以去社交媒体 要知道他们更多的资料 是 因为有时候你的组织 你未必完整地 对 把你的身体和正确的反映出来 为什么也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他可以更了解这个 这个求职者 求职者 求职者 好 然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料 提供给我们这些雇佣公司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就是你的在职的那些职员 职员 对 对 通常你跟他已经是同事了 是 所以你们都会跟彼此的一些社交媒体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查他 你一开电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是组织什么上面 大概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我想问 如果另外一个公司给我更好的提供 你会抗议我吗 那要你的职位 你的职位是属于需要很特别的一些科技的吗 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位 如果普通的就滚 如果说是特别的话 公司可能会留他下来 是这样吗 也有一些另外的考量 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位 很容易请到人 可是你这个员工是一个很好很尽职的员工 我们也可以稍微做一点调整 去训练留下来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比如说他在这间公司 他的职位是很特别 没有他不可以 那人家出8千 他只有5千而已 那你们会用多少%的薪水把它留下来 跟管理层讨论 然后也要看他的这个职位 在这个市场是不是值得8千 然后我们要看公司的预算 然后也要评估这个员工的工作态度 是 如果他只是信口开 或者说外面有人提供我8千 那未必是真的 对 所以我们要各方面的去做观察跟了解 我们才可以正式地去训练 这位员工留下来 来 请问 工人的薪水是你们决定吗 还是你们又跟市场价值走的 工人的薪金不是我们完全决定的 我们是有一个跟市场价值 还有是我们要顾请的员工 他的资历跟他们的经验 去决定他们的工资是多少 有一个问题 说 你觉得请人容易吗 如果公司可以给市场价值 还有员工的福利 是 其实是不难请到员工的 但是如果需要一些特别的经验的工作 比如他需要一些传务的调查员 检查员 市场上应该很少吧 对 因为这些资格 他必须要有一个航空船的 航海的经验 五年以上 或者是首席工程师的经验 才符合他的条件 再被培训成为船务的调查员 所以我们是很难从新加坡 找到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们就必须从外国 引进这些人才来培训他们 可是其他的一些在本地的 跟船务公司有相关的职位 我们都会用本地理工学院 船务毕业生担任这些职位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毕业的理工生 他们在做这个职业 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们一起同时也可以跟海外的一些 所谓的外来人才一起培训 一起学习 对 那很好 无论做什么 我们就尽量减少对外的依靠 但是我们必须对内加强 持续地培训本地人才来应付发展的需求 不是说我们新加坡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我们就坐在一边纳粮 然后给人家先去发展 然后三年后我们培训了人才 我们才开始发展 各位同学 那我们是不是比其他的国家落后了三年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 我们新加坡比人家落后 你们可以接受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对不对 不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了 我们真的要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真的是 格级多大 我们的版图就有多大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民事跟问题 要问我们的Candy同学的话 你们私底下再问 好不好 好的 好 下课了 Edgy老师 有东西要问你 我想问你一下 Edgy老师 我想问你一下 在公司的大历会上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可爱的同事 比如说有那种顾着拍照的 Edgy老师 一起拍 Yeah 小蜜 小蜜 一起拍 Yeah 所以你看 他不吃的 他拍就饱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真的是 他不拍 他只顾着吃 非常好 哇 真好吃 对不起 你的弯弯 你的弯弯 你看 这些人什么都不做 他只顾着吃 可是他有他可爱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人他真的不吃的 他就是要做什么 就是要认识人而已 有违心吗 烧违心吧 快点 好 快点 谢谢 Michael 烧远心吧 违心 不好意思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 WhatsApp有吗 我真的不要和你找朋友 好吗 不好意思 我们在吃饭了 烧违心吧 小蜜 不好意思 我很忙 不好意思 你问别人 我改天再给电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烧违心吧 对不起 我在忙的 你可以找别人吗 好 没问题 对不起 我帮你 我放我的电话好好忙 小白龙 有些人他出席这种大历会 主要就是要认识人 现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 最重要就是组织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在大历会上 他什么人都不管 他只顾着工作 吃到破湾同学 你要来吃一个吗 对不起 我在忙 你可以找别人吗 这个好吃的 我不要 谢谢 好 那还有一种是很热心的 他连自己都不会照顾我 去照顾别人 可以 你要吃吗 吃了 很难得吃鸡肉 看你的盘在哪里 小妹同学 有吃吗 吃 来 吃一点 好 谢谢 所以你看 这种同事太热情了 热情到最后 连自己的鸡翅膀都没有得吃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 你可以很喜欢他 但是老实讲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就是那个顾着打包的人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 这个很油 没有 我可以 我真的是可以 这个很鲜 很鲜 我爸爸喜欢 好 照顾爸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拿来这个东西 帮你 帮你 谢谢 你很好 太好了 水果应该吃点水果吧 我要过去壁了 所以你看 这种人真的是 第二天的三餐 他都已经在公司打包完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顾着讲话的人 我刚才看到在楼下 你的老板跟我的老板 在开会 他们在谈什么 什么 他们在谈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 小白龙 我跟你讲 我听说今天下午有一个 大大很重要的职业表演 什么事 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再偷亲 我也不知道 好 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们办公室的咖啡 那个质量又退步很多了 你感觉呢 我觉得可以 我跟你讲 我听到 讲到哪里 讲到哪里 你怎么会怎么讲 我们掌声鼓励鼓一下 首同学好不好 我没有说故事 我不是看你有多会讲 我其他没有什么故事 连咖啡机都出来了 对 不过讲真的 所以在公司的大使会上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目标一致 而且互相包容 当然还要认真工作 只要做上以上那三点了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是的 那么如果一间公司 有很多的外来人才的话 他们偶尔把他们家乡的料理 带来公司跟同事分享 不但可以打破隔膜 拉近距离 以此同时还可以互相了解彼此 所以今天我们的国际同学 也把他们家乡的料理 带来我们的班上了 和同学们分享 所以各位同学们 开饭了 来 我们首先来看看小明同学 带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猜一下 怎么会这样 对 没有礼貌 再回来 真是的 好 没想扣肉 肉就答对了 好 来 看一下 这是其中的一份 什么 这是肉粽 你是端午节的时候 到现在还 没有 端午节我从来不吃巴掌的 端午节的时候 巴掌都会起家 而且是翻倍的起家 所以你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 就不会吃 不吃 就是等到初六的时候 五月初六之后 全部跌价了 我才来 那是其中一份 午餐我还有第二份 这个是笋桂 各位同学有看过这个 巴掌跟笋桂吗 有 那么两者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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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呢 那个绿色的 绿色叫什么 你喜欢吃叶子 不能吃 那右边的那个 右边是什么 笋桂 对 笋桂 西婉婆 两种都喜欢 对 因为西婉婆在新加坡已经很久了 对 所以她对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料理 是非常熟悉的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你的 请接下 好 这个叫什么 我是海南猪肉 我的老公做的爱心餐 爱心海南猪扒饭 对 很好吃的 猪扒一般上都是属于西餐的 那为什么海南人会去做猪扒 让我告诉你 很久很久以前 好 英国人和土生华人 他们很喜欢聘请海南人做厨师 是 所以这个猪扒是英国人的 菜肴之中 多年来 海南人把它改造了 变成更好吃的海南猪 原来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Rachel同学 是的 她带来什么料理 这个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芋头糕 对 但是这种口味的话 只有在你认识本地人 然后都是家里的家传秘方 然后这个主要的不一样 就是外面你在市场上买的 买到的那个芋头糕 是粉多 芋少 对 但是在家里做的是芋头多 料多 什么都多 就是那个粉少 其实讲真的 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也是卖这个芋头糕 其实要在制作的时候是很难的 因为你要在那个大锅里面 用小火一直在搅 你不可以停的 一直在搅 然后你的芋头要在 适当的时间里面放里面 然后关火 盖着 然后它自己就会结成一块一块 而且这个芋头糕 我觉得为什么很多新加坡的妈妈都喜欢煮的话 就是它可以保存几天 是 所以刚开始的前两天 我们就是以蒸的方式来吃的 但是过了第三天以后 我们就会把它煎 然后配上酱料 我跟你讲 真的很好吃 好 来 我记得小白龙今天带什么了 我非常期待 我带了德国的面包 所以这个是你小的时候妈妈 等一下 一片 两片 三片 这个是两块 两份 两份 你这个就是一般上 你们德国人会用的这个午餐 对 可以 午餐可以 晚饭 晚上的时候也可以 这个我们说是 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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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千万不要讲这些话 你这样 听起来好像没有财 薄餐 薄餐 好 这个是德国式的 好 我们来看美式 其实美国的也跟德国差不多了 差不多 你看 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温袋 还有一个什么 这种饭盒 你的 薄餐 就是一般上美国人吃饭都一定会 对 在学校也是这样 在公司也是这样 好 来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里面我们也有三名字 面包中间里面是什么 薄餐 薄餐 鸡 还有鸡蛋 鸡蛋 还有鸡蛋 鸡蛋 你看 你的面包里面有什么 你自己讲 鸡蛋 奶酪 还有呢 当然要吃鸡蛋 当然要吃鸡蛋 就一定要有鸡蛋跟薯片 这个好像是你的饭盒 还有酸奶 是叫酸奶吗 这个叫优渴 优渴 请问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 优渴 开封之后可以饱多少天 在电饼 不要立马吃吧 没有 七天 对 怎么知道 当然 开封优卷 饱七天 老实 所以游客打开可以饱七天 不用怕 好 你们不要听我的话 你们不要真的是饱七天 我跟你讲 还有水果 可乐 所以你看 一般我们新加坡人吃午餐也好 甚至是日本人吃 我们都会选择面 或者是饭类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 美国跟德国人他们选择了 面包 都是面包 然后美国就会有这种零食 这个是我们看电影 看电视的时候才吃的 对不对 他们也当午餐 现在来看 那个饭的味道出来 很香 很香 然后这个叫什么 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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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丰富 菠菜 还有五来鱼 五来鱼 你知道我们新加坡叫什么吗 知道 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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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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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对 而且还可以充满的 可是煮菜来 你们还是吃得下 这个是韩国习惯的开胃菜 那个都吃饱了 怎么吃煮菜 因为我们知道 应该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不吃那么多 所以外国人吃很多 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吗 泡菜有那个滑酵的食物 发酵的食物 是发酵的食物 然后呢 豆牛三菌 豆牛啊 乳酸菌 乳酸菌 我比豆牛酸菌 为什么要豆牛 乳酸菌 所以我丁修 乳酸菌对皮肤很好 要多吃 南瓜 对 你要多吃 南瓜 你要每次吃 不然的话你的脸会变成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来先看我们的这个Mickey 我今天带了日本的Bendo便当 哎呦 好可爱 好用心啊 叫我怎么不爱你 不爱你 这是你做的 对我自己做的 今天我早上八点起来 开始准备 我觉得日本的妈妈也是很辛苦的 对 她们也是好像是在早上五点左右 起来 然后开始准备做这个便当 全部都迷你 这样吃你够吗 饱吗 因为这个是日本的小学生 在学校 然后如果这个便当里面的样子 是 不太好看 对 可能会被其他的同学们 笑 笑 欺负 你的妈妈很疼 对 因为这个是日本的一种文化 对 对我们来说一种比赛的感觉 对 您吃午餐都要竞争 主要的妈妈这么做 她有她的用意 用意就在于说 在学校 小朋友看到这个熊猫 也觉得很可爱 对不对 所以她们吃起来也很开心 对 像我回家 我孩子都不看我 因为我的脸长得太乱了 如果我孩子的爸是你这种脸的话 我跟你讲 一定是整个人冲过来暴准 明白我讲什么 一点点 好 没关系 那讲真的 现在你是讲学校 那如果公司的话 老婆做那个便当给老公 带去公司的话 会不会也是有竞争 不会做这种角色的 那个日本的妻子她们会做的 是比较丰富一点的 很多菜 鸡蛋 还有玉米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料 你觉得以后你会做给老婆 还是老婆会做给你 对我来说我蛮喜欢做料理 所以可能会我自己做 做了给老婆 然后给她的 你这句话一出去的话 真的很多人打电话来新传媒 真的都想做你的女朋友 叫你的女朋友要小心 对你好一点 好 因为你很有市场价值的 好 明白了 讲真的 你们喜不希望 每天都由这个Mickey 做午餐给你们吃 好 明天开始 不过我要两份 一份 一定要两份 对 一份不够 很小 我是要两份 各位 那你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想过要做任何料理 跟你们的同事分享呢 叫我老公做 还是有 有 早上他做那个三文字 我都会带给他们吃 那你们在吃这个三文字的时候 有没有更了解彼此 我觉得会 因为早上早餐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放在桌子上 他一来就会说 Jerry 你做这个爱心给我 不是 我知道我老公做得更开心 吃得很开心 Mickey 那你在新加坡工作 也没有做好吃的给你的同事 好像没有 因为新加坡更方便 去哪里都可以找到一些小分钟心 可以买饭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比较方便 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 那你觉得如果你做的话 你的同事会吃吗 我觉得他们会蛮喜欢 那就是跟小分钟心没有关系 好 昨晚吃不完的 全部放进去 你弄个美美给他吃 他们也可以吃 好 好不好 好 乖 乖 乖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早安 西婉婆今天带什么来 我带青辣椒 青辣椒 不是 青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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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青辣椒 我麻油 这个是青咖喱鸡肉吧 对 我觉得你的这个 哪里买的 泰国买的 对泰国有很多种 办公室的人他比较喜欢在家煮食物 然后拿去公司吃 就不要出来 因为天气很热 很热 对 可以去办公室有冷气吹吹的 就可以慢慢吃 什么叫有冷气吹吹 冷气吹吹吹 我们比较凉一点 办公室有冷气 然后在办公室吃比较好 比较好 好 那我想问你一下 然后泰国有青咖喱 还有一种是青咖喱 那请问青咖喱跟青咖喱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颜色不一样吗 其实没错 老师没错 其实没错 没错 有道理 因为它的名字 青咖喱我们泰国叫 Gang Kiu Wan 这个Wan的意思是甜的 Gang Kiu Wan 如果要叹一叹才好听 什么叹一叹 要撒家吗 叹叹才好听 从咖喱里来台国话怎么讲 比较多 Gang Pet 你的Pet向前面 Gang Pet Gang Pet 什么 这个Pet的意思是辣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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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就是辣 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这个Q的 就是变成我们泰国是招牌菜的 我在泰国有教过这个料理 它的菜式是放Gring Curry with rice 你跟他预订说 不好意思 我可以拿一个 Gring Curry with rice 他们听不懂的 我跟他讲说 我要这个 Kim Curry 不是Gring Curry 是Kim Curry 后来我才知道泰国话这个 这个料理叫做Kim Curry 原来叫做什么碗呢 Gang Kieo Wan 泰国人都会吃辣的吗 对 会吃辣的 你看 这个很辣吗 对 你看 今年几岁 今年多大 70 不要啦 70 就这么老 不是我要不要 是你没有办法 我不要 你不要 好 你今年要多少岁 我差一岁70 好 好了 可以吗 各位同学 开饭了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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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